秋天到了 草木枯肥 又到了热和围猎的季节 眼下太子处境微妙 阿哥们人人摩拳擦掌 个个妄想群雄逐鹿 九子夺狄 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大阿哥此行是志在必得 三阿哥甚至还带来了编书团队 八阿哥更是跟老九老师老十四 形影不离 而四阿哥这边 自然也不能少了乌司道这个智囊 唯独太子一个帮手没带 搁着一个人拜把子 不知道算老几 往年的宴会 都是太子代朕招待各位 今天太子病了 朕准备指派一名皇子 代朕次验 关键场合 关键人物缺席 难免会让人想入非非 康熙的临时决定 让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 各藩王使臣 不自觉将目光望向众皇子 直觉告诉他们 这里面可能会有新太子 站在首位的大阿哥 情不自禁地向老爸 偷来了一个渴望的眼神 谁料康熙直接从第二位的三阿哥 开始一眼扫过去 映四 儿臣在 老八刚因审理刑部冤案 被夹封郡王 如今又在如此重要的场合露脸 这下老大心里很不爽 老三同样难掩失落 四阿哥更是斩钉截铁 大清的江山 绝不能交给老八这种人 皇阿玛真要废太子 我们要立宝 四阿哥虽然态度很坚决 但也开始后悔 自己不应该玩冰桶挑战 把自己弄病 这样就不会有老八又审 萧国兴告发太子 就不会有现在的被动局面 四阿哥第一次对乌斯道的谋略 产生了质疑 乌斯道这段炸裂的分析 似乎没有应验 可就在老八在藩国使臣面前 出尽风头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老八将是这次热和围猎的 最大赢家时 一生从凝固塔传来的冤屈 让他彻底与皇位绝缘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关注我看全新视角的 雍正王朝解说